刘晓冬出生在1963年 198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90年因举办第一个个展 刘晓冬油画展而轰动一时 是最早的新生代艺术家 刘晓冬的创作 一直源于他的生活感受 所以他的作品总是源自现场写生 或亲自拍摄的照片中取材 他接受学院式的写实训练 却不自困为成 笔触挥洒自豪 对人充满关注及情感 并扩展到民族层面 1996年 刘晓冬偶然看到路上 一辆载满人的货车 同时 他又拍摄了另一张载满猪的货车 这两张相片 给了他很大的冲击 他把原本车上的民工更改 让他们以裸体试人 并于车上放置了石油漆罐 最终创作了维章 如他所说 他们像货物一样被拉上卡车 与被拉到屠宰场的猪一样 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 维章以一个充满冲突的场景 把一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记录下来 意味深长 令人反复咀嚼对生命的体悟 是刘晓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2003年至今 刘晓冬走出画室 以现场写声方式创作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乃至世界各地 无论在哪儿 他都坚持直面被画者 画他看到的世界 几十年间 刘晓冬的画笔始终没有改变方向 无论是户外写声的计时方式 还是以自己的照片作为创作蓝本 刘晓冬均捕捉了 凡尘肉体上的流光剪影 让时代凝固在他超凡的笔触之间 他的创作超越了他身处的时代 从而注定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中 名流轻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